水永长流 生命电视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法语 各位上知识 天台式教仪 现在刚开始 讲这个略序明一 略序明一 就是简略序说 这个四教语里面 所讲的五十八教的明目 这里有总是有别列 总是说过了 别列就是分开 把这个五十跟八教的明目 分开来成为两段 就是别列有二 第一就是五十 第二八教 现在讲的第一五十 关于这个五十的明目 已经讲过了 就是上次讲到四位五十 一名五位 这个正文字讲到这里 就是刚刚把这个五十的明相 说过了 关于这个五十 前面已经 列列的说过 应当要知道 有通别的分别 有通五十 一别五十 这个所谓五十 就是把释迦牟尼佛 一代十教 说法四十九年 大概的把它分成五个阶段 约时间 约数论 分为五个阶段 所以第一 是先说华严经 叫做华严实 因为华严经 一开始就说 一菩提倡 此臣正觉 所以认为 华严为第一十 因为小圣根性 没有办法接受大法 所以其次到陆严院 初转法轮 那就是陆严实 第二 也就是欧函实 那么慢慢 把这个小根 使他能够发心 回小向大 去向大圣佛法 所以第三 说方等教典 就是大圣经 方等就是大圣 那么 既然说过大圣佛法 他懂得菩萨道 小的发菩提心了 但是他这个 法职的执着还存在 所以最后 会一切法 统统都成为大圣佛法 所以会一切法 皆归某活颜 某活颜就大圣 那么 其次第四 就说般若实 讲般若经 那么最后 说明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 常佛的本怀 说法法经 所以第五 是法法涅槃石 那么最后 就是说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 所以把佛说法的 这个一生 分成这么五个阶段 因此 宋朝的 沟山 自元 法师 他就越这个阶段 做一首句诵 叫做 五十说法诵 所谓 所谓 这个 还原最初 三七日 欧汉十二 方等八 二十二年 波罗坛 法华涅槃 共七年 这是 孤山 自元法师 根据这个 五十说法的次第 大概定 这么一个时间 做了一首句诵 使这个研究教理的人 容易记 但是因为有这一首句诵 出来 这又是根据这个 世教仪说的 由此后来研究 天台教理的人 往往就变成太史版 执着这个别五十 不懂通五十的教理 那么因此之故 到了明朝末 偶一大师 他就批评这个天台 一般弘扬教法的人 说 使教一处 而台中悔 如指死方 一变正也 他说这个 使教一出来之后啊 不但是没有把天台中 发扬光大 反而使天台中悔安了 不光明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啊 因为他是执着死方啊 来医治变正的病 例如说 这个医方方面 中医啊 中药 他有这个汤头割瓜 啊 比如说 私物汤啊 把针汤啊 师权大补汤啊 补中医气汤啊 这些名目很多很多 他每一种汤的名目啊 那个药都可以治 几种病 但是这个 虽然是如此啊 这通突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病 发生变化了 变症了 如果这个病发生变化 你再用原来的方去治疗啊 不但是治不好 有的时候还会加病呢 那么如果执着这个别武时的说法 就会成为指死方而治变症 治医治变症 发生这个毛病 所以 偶尔大师批评这个一般 弘扬天台的人 就执着死 死板的成方啊 来医治发生变化的病症 那么就会发生问题了 因此 四教一出来之后 不但是没有把天台弘扬光大 反而是发生回暗的情况 那么原因在这里 所以 偶尔大师 他觉得这个 当讲四教仪啊 会发生这个毛病 所以他另外 注意不叫做 教官刚中 教官刚中 也是天台的入门书 所以研究天台啊 除掉天台四教仪之外 还得研究这个教官刚中 因当是两本 或变起来对照研究啊 这样子就不会出毛病 如果单讲教官刚中 又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对于这个教相 有许许多多的名乡啊 教官刚中里面没有 他只是对于这个 原用的教相的 例如说这个 发法式教 发义式教 这些名乡 他分清楚 但是里面有好多理论啊 教义方面的理论啊 那里面又有缺少了 所以应当要把这两部书 后边起来研究 就不会有毛病 所以讲到这里 五十讲到这里 应当要了解 有另外有通五十 佛说法不是那么死板的 实际上 智泽大师的法法悬疑里面 他也说得很清楚 后人没有细心研究啊 只执着天台式教 一讲的 就以为是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才会发生 这个 指死方而自辩症的 这种毛病 什么叫做通五十啊 意思就是说 佛说法呀 他不会像我们现代人 讲进那么死板的规定 哦 我现在是讲了什么 那么如果你临时要听别的 那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个时候 你说我现在讲私教仪啊 我现在正在讲私教仪 那你临时要来 要我讲武教 或者是要我讲这个 五一四 或者是要我讲三论 这不行啊 我现在是在讲天台式教仪 你这个时候要讲 要我讲这些 我没有办法配合 因为我只有一个嘴巴 只有这么一个时间 我没有办法一时 讲那么多东西的 我们是反复 是会这样子 佛说法不是这样 佛他是应激说法 有什么样的根基 他就说什么法 这也就好像医师 当医生的 今天来了什么病人 他就看什么病 他不能挂牌说 我今天专治心脏病 胃病都不能来 肝脏病都不能来 因为我今天是看心脏病的 他不能这样挂牌 如果这样子挂牌 今天你挂出这个看心脏病的 结果没有人来看心脏病 那看胃病的来了 你不看 好了 那你今天就冠冕大吉了 佛说法不是这样子 就是跟医师一样 他既然是个医生 只要有病人来 他就得看 您是什么病 他就给你什么要吃 应当是这样 应病已要 应激说法 佛是应激说法的 绝对不会那么死满 只有三七日中说法言 以后就不说了 没有这个道理 您只看这个华言经的最后一评 入法戒评 入法戒评 绝对不是在三七日中说的 因为他开头的序份里面 就有摄利佛 穆建联那些生文弟子 假如是在刚刚成佛的时候 哪里有这些生文弟子啊 摄利佛 穆建联都是佛成佛以后 第五年第六年的时间才出家的 三七日中 哪里有摄利佛穆建联 由此可见 华言经绝对不只是在三七日中 而且华言部里面 还有其他的教典呢 跟华言同类的都收归华言 从德道业到涅槃的 这个四十九年说法当中 只要有华言的根基来了 佛就对他说华言 这就叫做通 所以华言不止三七日 一直通到涅槃 就是到了涅槃之前 如果有华言的根性 佛还是对他说华言 这是华言通以后 通华言诗 第二六年诗也就是欧汉诗 欧汉诗是小圣根性的人 所见的境界 所听的佛法 您看欧汉经 常欧汉的游行经啊 一直讲到佛入涅槃 怎么可以说欧汉 必定是在十二年中说呀 欧汉十二方等吧 欧汉一定是在十二年中说吗 不见得 因为欧汉经里面明明说到最后一页 佛涅槃的时候还有 小圣根性的人 如果他没有回销 向他那些定性声闻 从成佛以后 一直到涅槃 这个四十九年 他所见到的通通都是声闻 都是欧汉的境界 都是声闻的境界 他不会有大神的境界 因为他的能力 直到这个声闻的地位而已 那么像这种人 他始终所见的都是小教 都是小圣佛法 所以小圣根性所见的境界 那么他根本就看不到 佛出成道的时候说华言 他只看到释迦牟尼佛 坐在菩提寿下 那么根本不知道他在说法 也见不到那些天龙八部啊 所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他通通见不到 所以他如龙若牙 等到后边讲到这个顿教 就会说明的 那么如果是声闻人 始终见到的都是声闻 都是声闻的佛法 他看不到听不到大神佛法 那么可见这个欧汉经 也一直通到佛涅槃 不止在十二年 绝对不止在十二年中说 所以欧汉十二 别可能是大概如此 但也不是死板的十二年 论通 通到佛涅槃 一直通到佛涅槃的时候 还有小根的人 只听到声闻法 这是欧汉通 第三方等通 只要是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里面除掉华言 般若 法法涅槃 剩下的通通都叫做方等 都是大圣 都是大圣经典 那么方等教典 他必定不是说 我等到这个 十二年以后才说方等吧 那么如果十二年之中 这个成佛以后十二年中 如果有大圣经更新来 难道佛就不渡他吗 时间还没到啊 你要听大圣佛法吗 我现在讲小圣经的 我在讲欧汉经 要十二年 你你要听方等经吗 你等到十二年以后再来吧 会这样吗 你想想 佛涅法会这样吗 绝对没有这个道理 他在十二年中 如果碰到大圣更新 他照样说大圣法 实是小圣更新的人 不见不闻而已 那么方等也一直通到 最后到法法涅槃 也不是说 不论以后就不说方等教典了 也没有这个道理 你不相信 你把这个 上经里面的方等陀罗尼经 打开来看看 方等陀罗尼经 就是佛在法法经以后 将要入涅槃的时候说的 那也是属于方等经 你不能说 这是故意涅槃 或者是故意法法 但是他的教理不是这样的 教理是属于方等的教理 所以这个方等论通 也通到最后 通到涅槃的时候 所以方等通前通后 不是死板了那么八年 有没有呢 说过了八年之后 如果有方等大圣的更新来了 要听佛所说的方等教典 那佛就说不行啊 你怎么不早来啊 我刚刚说过呢 现在是说波罗尼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听不到方等了 因为我现在是讲波罗尼了 或者是我现在在 在讲法法经了 或者是我在讲涅槃了 你这个时候不对 这个时候来听不到了 哪有这个道理 他也不是跟我一样 佛说法 他是这个应激说法的 所以八年以后 无论在什么时候 只要有这个声闻 有这个方等更新 就是大圣更新的众生 要听这个方等教典 要听这个谈篇直较 叹大包援的教理 随时就算 绝对不是死板定在这个方等八 不是那么八年而已 波罗经也是啊 华言里面就有波罗的道理 所以这个波罗也通前 一直通到华言 华言欧罕方等里面 独有部分的波罗的教理存在 因为在那个时候 有需要听波罗教典的 有这种根性来 佛就对他说 绝对不会说 你必须要等到22年 我在22年中我要讲波罗 你这个时候来不行了 没有这个事情 应激说法 到了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那么这是波罗通前 也通后 为什么 怎么知道他通后啊 大致多论里面明明说 他说虚谱迪啊 在法法经里面听到 举手低头都能成佛 现在在波罗里面又听到 说有部分人会退失 他怀疑了 所以他就问佛啊 请问佛 他说既然法法里面说是棘手低头都成佛了 为什么这里又说有退的呢 虽退是退一时啊 不是退永久啊 以后还是会恢复原状 退一时而已 所以波罗既然是有说 那个时候就说了 已经听过法法经了 可见这个波罗也通到法法之后 从德道业到涅槃业 四十九年 无时不说波罗 波罗就是佛的 究竟佛法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有说波罗的时候 绝对没有那么死板 一定是在那二十二年里面说的 所以这个波罗也是通前通后 法法经越显露边 显露这方面来说 在法法之前 没有公开选这个法法的焦点 因为这是最后受据成佛的 但是法法之前在前四十中 如果有特殊的更新 他要听法法经的 佛也是对他说 不过不是法法更新的人 当时听不到而已 不见不闻 并不是说法法之前 没有 法法经里面 瑟利佛明明又说 瑟利佛在这个 法法经里面就说过呀 就是比喻品开头啊 我细成文 世尊说如是法 如是法就是法经 如果不是法法经 为什么叫做如是法呀 这个如是就是指法法 那么可见 这个法法之前 也曾有讲过法法的道理 但是呢 一般根性没有成熟的 不见不闻而已 不能说 只在四十一年以后 才说法法 不过公开宣布这个道理 是在四十一年之后 那么法法也是通前 涅槃也通前 怎么说涅槃通前呢 因以涅槃得度者 佛就视线涅槃 所以涅槃经里面说 佛的八相成刀啊 相相具有八相 八相成刀里面 每一相都具备八相 既然每一相都具备八相 八相里面第八就是涅槃相啊 就是降生也有涅槃相 出家也有涅槃相 成佛也有涅槃相 转法轮 无时不说涅槃 所以涅槃也就通前了 无时不说涅槃 涅槃是礼啊 不要误会以为死了 他才叫做涅槃呢 涅槃自立随时都可以说 佛在菩提供下 从佛就证到涅槃了 这个前面我曾讲过了 那么你如果明白 这个道理的话 对佛说法的这个通义啊 这个所谓通五十 经文里面很显明的 处处都能查到 一般人不注意这些道理 死板的执着 执着这个五十的那个阶段 别五十的那个时间 所以发生很多问题 例如你如果去研究像 尤其像愣眼睛之类 十卷的愣眼睛啊 古人解释经论啊 都喜欢叛教 总有叛教 无论他是天台四教 或者是弦手五教 他必定有叛教 只是对这个愣眼睛的叛教啊 就是一个人跟你说一样 有人说 愣眼睛是在法法以后 涅槃之前说的 有人说 他是在波人的时候说的 有人说 他是波人以后 法法以前说的 那么结果 大家就是生起很多的争执 这就是所谓台中毁了 毁暗不明 不懂通五十啊 发生这个争论 约经文里面所说的 当时波斯尼王六十二岁 波斯尼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岁了 同年 波斯尼王六十二岁 那一年说 愣眼睛 第二卷里面有说明啊 那么既然 波斯尼王六十二岁 释迦牟尼佛也是六十二岁 欧凯世二方等吧 二十二年 波勒坛 那么六十二岁正是佛成佛以后 三十二年正是在波勒的时候 如果约他的年岁论 判他是波勒时 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里面的教理不是波勒 教理不是单是波勒 他是多方面的 因此之故 这个偶一大师 明朝末的偶一大师 就把这个愣眼睛 判作方等时的通方等 通方等 因为这个愣眼睛 不是一个时间说完的 开头说的时候 可能是在六十二岁 可是最后讲到流离灭世 那么流离王灭世家族 那是佛临将要入灭前几年的事情 可见这个愣眼睛 不是一个时间说完的 如果你判波勒也不对 如果说是法伐后涅盘前 那是变成五十不能收 五十不收了 不是属于法伐 也不是属于涅盘 是法伐后涅盘前 那中间的凤凤里面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不懂得通五十 对这个叛教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类的问题 那么这是举例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教理 这类道理是不容易了解 不容易体会 这只是说明 这个佛一代实教 五十说法 绝对不要死板看 不要看成死板的 认为一定是按照这个欧汉士二方能吧 22年波罗坦 法伐涅盘共七年 不一定是这样 不要死板看成这样的 如果一定要这样子看 那争执就大了 经常都会有争论 这就是因为讲了这个五十的名义之后 同时要迅速这个通五十论 详细要明白这个通五十论 教官刚宗里面说得很清楚 教官刚宗 他把那个五十说法的 五十八教的表列出来之后 接下去就是通别五十论 对这个通五十分得很清楚 就是别五十 也是越这个最顿根的众生说的 最顿根的众生 必定要经过这五个阶段 才能够成熟 那他才要经过这五个阶段 如果是稍微立根的 也不一定要经过这个五十的次力 例如现代人读书也是一样 有幼稚园到小学 有小学到初中 有初中到高中 有高中到大学 好像死板的规定说是 小学是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学有的四年也有七年的 您按照这个普通 一般通途的规定是这样子 假如他是特殊的 聪明 最有智慧聪明的人 他读书读得很快 他就可以从小学五年级就进到初中去了 初中实际上读了两年了 他就可以考进高中了 高中只读了一两年了 他就考进大学了 那么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你不能死板 按照规定说 一定要堵三年 一定要堵六年 不是那么死板 佛说法 更是源庸无碍 更不分那么死板 所以这些死板的民居年岁不能看得太死板 免得发生错误 关于这个五十的道理 讲到这里为止 下面第二 八教 列续民意分三段 第一总是说完了 第二别列 别列分两段 第一五十 第一五十 讲到这里讲完了 下面就讲第二 八教 看着这个四教育的整个证文 第二八教 第一面的最后一行 八教又分为两段 第一 列明 列出八教的名目 第二 易弦 用比喻来显示八教的易 易弦 看着证文 看着证文 八教两段的第一列明 演八教者 顿 剑 秘密 不定 听我念的这个地方 自己点 点个顿号 不要念着顿剑秘密不定 不要念成一句 顿 一点 剑 一点 秘密 也是一点 不定 一句 顿 剑 秘密 不定 这个叫做化疑示教 是化疑示教的名目 藏 藏 通 别 圆 这叫做法法事教 每一个字下面都要有个顿号 不要念成藏通别圆 这是应当是 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教 一个字就是一个教 藏 通 别 圆 这样子念 这就是法法事教 那么这就是 四名八教 到四名八教 这就是八教的名目 有列名 八教分两段 第一列名 这就是列名 下文说 顿等事教 是化疑 如是药方 藏等事教 名法法 如变药味 这就是第二 一显 越比喻 显示这个八教的意义 现在先简单解释 这个八教的名目 列名 列出八教的名目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言八教则 前面不是说天台智者大师 用五十八教来叛识 释迦牟尼佛东流一带十教 没有不尽的 那么五十说过 现在要讲八教 八教是哪八种啊 八教则 研究说 这里所说的所谓八教 是哪八种呢 就是化疑有四教 第一 顿教 第二 剑教 第三 秘密教 第四 不定教 这个叫做化疑四教 法法又有四教 教化众生的方法 法法又有四教 是哪四教呀 第一是藏教 就是三藏教 第二 通教 第三 别教 第四 元教 这个叫做法法师教 四名八教 这就叫做八教的明目 这个文字明白了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什么叫做顿教啊 顿 顿超 顿成 人不必按照次第来的 所以古代的解释说 不从箭来 不是按照次第的箭字而来的 直说于大 实践 说出这个大乘 这个大乘的佛法 之所以于大 无论月 时月 不都是属于第一位 所以叫做顿 这个就是指的华严经 就是华严时 华严经 华严时 路位 路位 这都是属于顿教 指的华严时 顿教就是指的华严时 顿时而说 释迦牟封佛成佛之后 顿时而说华严 把他自己亲证的佛果的境界 顿时说出来 整个活繁多处 同时在里面说出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修行的阶段 都是顿时而说 这句叫做顿教 华严经 在华严时教里面 就是顿教 那么顿教明白了 其实讲剑教 剑 就是剑刺 引小向大 引 剑引这个小圣 根性的人 慢慢让他去向于大圣 那么 这就是所谓剑刺 先说小法 在小法里面得到利益了 再因他到大法 慢慢去向于就近佛国 这就叫做剑 剑就是剑刺 好像我们上楼梯 从一楼到二楼 那么这个楼梯 不管它有十级二十级 你必定要一级一级的 一步一步上去 不能用跳的 必定要按照次第的 一步一步慢慢上去 这就是剑 剑刺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调幅 使他根性成熟 最后才能听到这个 就近成佛之法 所以这个叫做剑教 剑教里面包含三个石 就是欧函石 就是陆院石了 方等石 般若石 这三个石都叫做剑教 都是属于剑刺的 那么因此这个剑教里面 分成三种 就是剑出 剑中 剑末 那么这个 你看看那个前面的表 翻过那个表对一对 一对就可以知道 那个五十八教的 全石种图 那里有表 一对就可以知道 剑教 它有剑出 剑出就是欧函石 剑中 剑中就是方等石 你看那个表 剑中就是方等石 剑后 剑至到到了最后 就是般若石 其他的暂时不用看了 你只看这个事实 对照那个顿剑 顿教就是华元石 剑出就是欧函石 就是路苑石 剑中就是方等石 剑后就是般若石 这就是属于顿教跟剑教 就前四十 法法念盘 非顿非剑 所以等到后边另外说 另外分出来说明 这是顿教与剑教 幻影里面第三 秘密教 什么叫做秘密教啊 当时佛说法的时候 大家都在听佛说法 同听一文 一样大家都在听 听到的人呢 个人的了解的情况不一样 身文根性的人 听到佛所说的法 就是身文法 他没听到大圣法 菩萨根性的人 听到就是菩萨法 就是大圣佛法 他没有听到身文法 他所听到的 个人所了解 所得到的利益 彼此都不相知 彼此夫不相知 例如说 甲方听到的 跟义方听到的 甲方所证所误 义方不知道 义方所证所误 甲方也不知道 这个叫做秘密 同听一文 彼此夫不相知 先简单了解 这么一点点 然后再 到了后边再说明 同听一文 同一个时间 在那里听夫说法 但是听的人呢 所了解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情况 所证悟的境界不一样 但是彼此夫不相知 彼此夫不相知 比如说 张三听到的 他所了解的 跟李氏的情况不一样 李氏所了解的 所证悟的 张三也不知道 彼此同时听法 所得到的物证的境界 彼此不一样 但是彼此夫不相知 那就叫做秘密教 这个所谓秘密啊 就是彼此夫不相知 不是什么特首的 就是彼此夫不相知 就别说是佛在世了 只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说法 也有这种情况啊 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如果你们现在几十个人在这听 差不多 可能有彼此的心境不一样 听到所了解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这个彼此同听一文 所了解的不一样 所证悟的不一样 但是夫不相知 你也不知道我证所什么 我也不知道领悟什么 这个叫做秘密教 这个叫做秘密教 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的方式 这个秘密教 什么叫做不定教啊 第四不定教 不定就是在秘密里面 夫相知 同听一文同听一文 大家同在听夫说法 但是所了解的 所证悟的彼此相知 张三听到的 他所了解所证悟的 李氏知道 李氏也知道张三的境界 彼此相知 这个叫做不定 那么彼此相知到的 就叫做不定教 夫不相知的 就叫做秘密教 秘密跟不定 只有这么一点点差别 只要把这个情况 弄清楚的话 后边的道理 就比较容易了解 秘密是夫不相知 不定是夫相知 你也知道我所了解的是什么 我也知道你所了解的是什么 那么这就叫做 彼此夫相知 如果这个道理 你还不明白的话 我再举我们最前的比喻好了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吃东西 你也看到我吃什么 我也看到你吃什么 彼此都有得吃 那吃的不一样 但是我看到了 你是在吃橘子 我是在吃苹果 吃的不一样 彼此看到了 这个叫做夫相知 这就叫做不定教 那么如果你在房间里面吃 或者你现在嘴巴里面喊的什么东西 是高利生啊 还是泡泡糖啊 还是口香糖啊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这个任何的东西啊 我看不到 看到你的嘴巴都在动 但动是动了 但是你嘴里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解 知道你也在吃东西 但是你嘴巴里面喊的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这个叫做秘密教 不过道理不是这样啊 你不要出去这样讲 那我就糟了 哦 你吃口香糖啊 这是秘密教啊 哈哈 好笑 你是吃苹果啊 这是不定教 我这是我们现在最前最前的这个比方 让你容易了解啊 佛说话的时候 如果彼此了解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彼此相知道 那就是不定教 彼此都不相知道 你也不知道我 我也不知道你 啊 个人所证的境界都特殊啊 这就叫做秘密教 啊 这是话语四教的这个名目 大概是这样子啊 下面说这个换法四教的名目啊 以后都是讲这些道理的 如果你不神懂的话 不妨暂时保留了 迷迷糊糊 物理看法没关系啊 有的时候物理看法还好看呢 啊 呃 这个画法四教啊 藏教详细叫做三藏教 金律论三藏的名目很清楚 分的很清楚 三藏教 本来这就是声文教 就是小圣教 声文元决的小圣教 为什么叫做三藏教啊 等到后边法法四教再讲 法法四教里面有现成的文字 不必提早讲啊 呃 简单说藏教就是属于声文元决的 境界的教 啊 声文元决所学的教法 那就叫做藏教 声文元决的小圣的 通教是通于大圣的 是三圣共法 呃 太须大师他 把佛法分成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大圣不共法 他那个三圣不共法呀 就是从这个天台的通教里面悟出来的 呃 还有一句话 你得先明白的简单说 啊 藏教啊 虽然是声文元决的法 里面也有菩萨法 呃 他那个名目啊 叫做正法二圣 旁化菩萨 呃 你在笔记上水上这两句话 藏教 藏教 正化二圣 旁化菩萨 旁就是尖 旁尖 生文教 这个藏教啊 他主要是教化二圣人 正化二圣 旁尖教化最最顿根的见内菩萨 最顿根的菩萨 所以他旁尖教化菩萨 正化二圣 旁化菩萨 所以叫做藏教 因为他里面也有菩萨法 所以不能叫做小圣教 啊 所以叫做藏教 藏教 简单 就是正化二圣 旁化菩萨 你把这个名目先记好 后边的道理就容易了解 这是提纲 通教也是尤三圣法 不过通教刚刚翻过来 有跟这个藏教相翻翻过来 是正化菩萨 旁化二圣 笔记上这样写啊 通教啊 通前通后 顿根通前藏教 力根通后别缘二教 所以叫做通教通前通后 彼此前后相通啊 那么他的教理的用意啊 正化菩萨 教化三界内的出发性菩萨 正化菩萨 旁间教化生文元教的二圣人 旁化二圣 啊 藏教是正化二圣 旁化菩萨 通教是正化菩萨 旁化二圣 这都是三圣共伐 啊 那么这个藏教通教的名目 分清楚了 还有一句话你要记好 藏通二教都叫做戒内教 啊 旁边写一个藏通二教都是戒内教 戒是三界 三界内的教理 三界内的教 啊 别缘二教是戒外教 已经超出三界外的大菩萨的境界 是戒外教 啊 啊 那么后边的别教跟原教啊 都是菩萨法 啊 都是大圣佛法 别教原教都是大圣佛法 但是 别教啊 是独菩萨法 超出界外的菩萨当中 属于顿根的 比较顿根的菩萨啊 啊 就先学习别教 啊 所以 别教下面的小助理写作 独菩萨法 单独的独 别教 是独菩萨法 单独教化菩萨法 啊 因为他是别前藏通二教 啊 他跟前面的藏通二教不一样 前面藏教通教啊 他都是三圣共修的 现在这个别教完全为菩萨法 为菩萨说的法 这个就是独菩萨法 单独菩萨才能 接受的教离 圣文元教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叫做独菩萨法 这个别教就是独菩萨法 别前藏通二教 因为他里面没有圣文元教啊 这跟前面藏通二教不一样 又别后原教 跟后边的原教也不一样 为什么 他这里有次第 是个剑次的 所以他修的是次第三观 空甲中三观 他都能修 但是他修的是次第三观 有空耳甲 有甲耳中 他是按照次第来的 所以别教的菩萨 他修的是次第法门 不能顿悟 不能圆 不能圆容 所以跟后边的原教又不一样 啊 因为他是次第修正 所以又别后原教 跟后边原教不一样 别后原教啊 因为是独不散发 就别前藏通二教 好好听哦 不要听浮屠了 不要吃苹果了 不要吃口香糖啊 这个不是苹果口香糖了 别教 别前藏通二教 所以叫做别 别前 跟前面的藏通二教不一样 别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别前藏通二教 所以叫做别教 因为他里面没有生活原教的这个教理啊 不是教法生活原教 完全教法菩萨的 是界外菩萨 但是他是次第修正 他修行是按照次第来的 次第修正 因为是次第修正 不是圆容顿超 又别后原教 跟后边的原教不一样 次第修正 别后原教 字不必写的太多 次第修正 别后原教 这个笔记也会做啊 不会做 写的啰啰嗦嗦一大堆 这个重心点拿不到 没什么作用 那么写多了 写的来不及 耳朵听的来不及 结果两边都落空了 谁也没写好 听也没听好 假如写的来不及 说信就好好听算了 能够写的要写重点 只写重点 不必通通写 所以我没有办法写黑板就是这样 因为都是名项嘛 通风都是没听过的 这些你都没吃过的 啊 都是第一次听 那么第一次听 当然听起来很不好懂啊 啊 你不能不学 不能盼难而不学 盼难不学 云久永久 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利益 大家是不是学佛想称佛呀 你要称佛必定要经过这些阶段 没有一顿佛不学这些教理的啊 那么因此之故 你必定要好好的下班功夫啊 所以这个这是别教 原教 这可容易懂的 他的教理 至断 行为因果呀 通通都是原用无碍 啊 所以叫做原教 这是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 也就是一佛圣法 啊 那么金刚经说 为最上圣者说 金刚经的最上圣就是指的这个原教啊 为了大圣大圣者说 那个大圣就是菩萨法就是别教 大圣就是别教 最上圣就是原教 懂得这个道理 这就比较好懂了啊 这是法法四教里面的名像 世命八教 这就叫做化一四教法法四教合并起来 就有八个教 有叫做五十八教名目是这个样子啊 呃 这就是列明 把八教的名目啊 把它列出来 说清楚了啊 那么下面还有月比喻来说明啊 云以贤 就是月比喻啊 啊来说明这个 化一四教法法四教的 他的这个道理 那么月比喻说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口 这一道是吧 你就是白三教授 你是不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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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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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